但现在民众党内却发生了互打的情况 柯文哲高龄93岁的爸爸病况恶化 没想到民众党内有接连这个爆料相关消息 前领委蔡碧炉他就透露 有朋友转交病例给柯文哲 结果这个话被民众党立法院党团主任陈志涵给打脸 而柯文哲的妹妹柯美兰 甚至在党内的赖群组里面 她是怒轰蔡碧炉请她闭嘴 柯美柯美兰19日在民众党活动上 哽咽谈柯爸爸病情不乐观 前领委蔡碧炉加码透露 又诱人带病例给柯文哲看 马上民众党立院党团主任陈志涵 炮口对准蔡碧炉 澄清积压境界中无法通信 带病例进去不可能 两个女人的战争已触即发 我们还是希望基于人道的考量 那希望柯P还有时间能够好好的陪陪家人 这件事是最重要的 其他不必要的纷扰或揣测 都是不重要的 没想到刚说完又有民众党内部对话被流出 有党员代表张贴了蔡碧炉受访谈柯爸的影片 这举动大采柯美来红线 当场在群组里爆气回应 请正答蔡碧炉你没资格泄露我父亲病情 请不要做一个令我感到厌恶的人 甚至直言要蔡碧炉闭嘴 不要再谈论我的家人 这段时间会是柯文哲主席家人最难熬的时间 做最强的后盾帮助他们协助他们渡过这一段难关 党公职传达讯息是说 在发言的时候尽量谨言盛行 不要伤害到柯文哲主席的家人 不过小草还是到蔡碧炉脸书留言呛下你够了没 别站着位置造成其他人困扰 蔡碧炉也不客气站网友 不团结搞分化 你能不能叫记者不要问我柯家人问题 我很困扰 我有自己的生活请无对我情绪发泄 民众党上下赶紧踩刹车 但人挡不住炮口对内的子弹乱飞 角力风波 脸环抱 小草群主不只声援柯文哲还PO出这个截图 名字清楚看到是柯文哲妹妹柯美兰 点名要传话给民众党前理委蔡碧炉 没资格泄露克服病情 请不要做一个令我感到厌恶的人 同时还要请蔡碧炉闭嘴不要谈论柯家人 哇这语气有够呛 连小草也说干脆开除蔡碧炉好了 根据了解柯美兰会有这个回应 就是因为民众党代表萧贤益 21号在民众党党代表群主中 张贴蔡碧炉20号受访谈论柯文哲父亲影片 而柯美兰则在下午4点53分 这么回复明显表达不悦 对此蔡碧炉目前还没有回应 不过柯美兰不满蔡碧炉谈及柯爸病情言论 已经在柯粉群组中炸锅 部分柯粉不满蔡碧炉说错话 但也有人喊话不要分裂 这回柯文哲谈是爸爸事件延烧 蔡碧炉回应的言行 不仅让民众党立员党团主任陈志涵立马打脸言论 似乎也让柯家人不太开心 东森新闻政中心综合报道 柯爸之前是因为癌症住院的 但是癌症之后 现在有一些其他的并发症 柯爸的病情是在上个星期二的时候 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转变 当天星期五的时候申请 当天星期五晚上的时候 就到医院来进行探视 民众党证实柯文哲18号去看爸爸 一切依法申请 因为党内曾喊柯文哲连父亲病重 都没有办法去探视 想不到有柯粉网路爆料 说柯文哲戴着手铐 周五优势看过了 接着蔡碧如在爆料 表示透过台大医院的同事得知 柯文哲除了在深夜探视柯爸 甚至还有朋友带病例给柯文哲看 但当时时间太晚 所以他并未陪同 去探视的时间点 并不是所谓的深夜 大概是在傍晚的时间 星期五的傍晚的时间 主席是这个积压禁件 所以积压禁件期间是不能够通信通讯的 所以根本不可能有所谓的朋友 带着病例进去给柯文哲主席 来看这样子的状况 陈志涵直接打脸蔡碧如说法 对此致电蔡碧如 强调不方便回应此事 连家属都没有被通知 所以其他的人更不可能可以进去探视 柯文哲积压期间探视病重的父亲 似乎意外引起民众党内两个女人 到底谁比较核心的纷争 他们为了持续要升温这样的战术 或巩固小草 不惜的把柯文哲家人的病情 来传达给所有全台湾的媒体 柯文哲在礼拜五的晚上 已经去看过他爸爸了 那我都不懂 为什么民众党在集结的晚会 居然还要说没有 前立委神父雄也评论 柯文哲现况确实苦 本人在看守所父亲又近家户 但现在会同情他的人其实不多 因为这一切的问题源自于柯文哲一个人 那是新闻李翰静 徐宇智台北报道 民众党万圣节前夕 要封肩声援柯文哲 文宣大呛政府搞什么鬼 但是近期活动主打悲情牌 柯文哲积押期间 到底如何探视重病爸爸 意外掀起党内两女人论战 现在有传闻吃假 那现在是这一两天在交变化观察 18号应该是半夜吧 柯主席有去看了爸爸 去探视的时间点并不是所谓的深夜 大概是在傍晚的时间 柯主席本身他就是那个 柯文哲主席说的 家务病房的张柯医师 有朋友就是把可爸爸的病例 带进去给他看 主席是这个积压禁件 所以积压禁件期间 是不能够通信通讯的 所以根本不可能有所谓的朋友 带着病例进去给柯文哲主席 来看这样子的状况 陈志涵直接打脸蔡壁如20号说法 对此致电蔡壁如强调上班时间 不方便回应 这次回顾柯文哲探视爸爸说法 时间轴 10月19号柯文哲妹妹柯美兰 才落泪说得独自面对爸爸病情 同天当内力国章更是大探 柯文哲可能还不知道 柯爸转入家户病房 至20号就有柯粉疯传 柯文哲18号已经到台大探望爸爸 随后民主党发言人戴文 仅表示家属确实有将病危通知 交由律师代一规定提出申请 晚间蔡壁如就证实此事 但21号陈志涵立马打脸蔡壁如说法 有非常多错误 他们为了持续要升温这样的战术 或巩固小草 不惜的把柯文哲家人的病情 来传达给所有全台湾的媒体 柯文哲在礼拜五的晚上 已经去看过他爸爸了 那我都不懂 为什么民众党在集结的晚会 居然还要说没有 前幕聊话说得酸 如今民众党忙着对外 但党内斗争似乎也从主席事件 各有说法秀出端倪 东升新闻政中心综合报道 柯文哲妹妹柯美兰 日前献身新竹一场声援晚会 谈到爸爸病况多次哽咽 我爸爸身体不太好 而这个国家执政党 押人取功 去压我哥哥 我要多次面对我爸爸的生命 民众党新竹市议员李国璋 也大谈被收押的柯文哲 可能还不知道 柯爸转入加护病房 不过台中市政顾问蔡碧如 证实柯文哲18号深夜 确实有去加护病房 盼望顾父亲 前男对外说明 符合金玉行刑法第28条 或基押法第23条规定的收容人 都可以提出申请 台北看守所拒绝 针对柯文哲部分回应 按照流程申请通过后 将不止双手上铐还可能上脚疗 并且至少由3到4名人员 全程借户 对此民众党这么回应 家属确实有将病危通知 交给律师 请律师依规定代为申请 至于陈佩奇也有媒体报道 已经为自己与儿子找好律师 准备应战下一波约谈 不过致电陈佩奇 他没多加回应 检方现在针对金华城案 有可能先起诉 周雅虎所承认的 210万的行贿罪的部分 随着最早被收押的5人 殷小薇 审幸金 吴顺民 彭震生 柯文哲 积押期即将借满 到底检方将症结起诉 还是会申请严压继续查 每一步都是关键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 4 3 2 上下 民众党立委黄国昌 双手插腰 跟着教练指令坐起深蹲 但怎么感觉 委员坐得有点吃力 因为看看一旁的 民众党秘书长周雅虎 蹲滴滴游刃有余 好不容易坐完 黄国昌似乎气喘吁吁 民众党举办亲子路跑活动 但先前释出的活动简介 却把小草称为堂口生物 还被网红四叉毛很酸 官方吐槽最致命 你说什么 什么堂口生物 没有必要为了特定的政治目的 或者是污蔑 来提出这种无地放始的问题 气到转身看了看媒体记者 但委员这真的是民众党 当初招募志工的文宣 同样气扑扑的还有前立委台中市府顾问蔡碧如 一个扣文哲扣主席的精华案件 发展到现在 一直在强调侦查不公开 结果他沦为一个笑话 我今天真的是生气了 我告诉你 希望你们跟我一样带着愤怒 大家等一下活力十足的可以跑起来 蔡碧如火大开枪执政党 精华成案还在烧 日前民进党台北市议员洪建益 指他是隐藏版人物 还公布前顶月开发董事长朱雅虎 写给他的信 蔡碧如气得要提告 洪建益的部分我已经是提告了 进入了这个检调之后就应该叫 政查部公开 争议不止一件 周刊日前也爆料 威京集团主席沈庆金的心腹朱雅虎 在征讯时公称 沈庆金曾承诺支付蔡碧如薪水 青铜用薪水当对价契约行贿 蔡碧如也扬言要提告 不乱造谣 然后胡说八道 喷人家涨水 我们的监察院都死了吗 可不可以让我们的国家正常一点 不知道是不是气温炎热的影响 民众党上到下火气都很大 刀森新闻练之豪 叶婷在新北市采访报道 蔡碧如一劲到秘密集会 所先跨火炉除晦气 要为主席柯文哲祈福 这流程相当多 月神都赐福我们大家 让我们大家一起 能够享受神的爱 点亮蜡烛一人一个 先祈祷集气 终于永不息说 我们面对大海呼喊 柯主席回来 满桌烛光摇记思念 险下的卡片挂在树头 蔡碧如祈求柯主席身体健康平安归来 他有请了一个天主教的 也不是很正式的牧师 但是带着我们祷告 那另外也请了 当地杀戮的一个道士 那也有道家的一个祷告的仪式 我想我们大概就是 一起帮他集气 一起帮他加油 民众党请了牧师 道士 举行祷告一事 中西何必的祈福晚会 又引发争议 蔡碧如找道士 找牧师的活动 也搞成了像法会一样 所以到底他们是 堂口组织 是黑道组织 还是宗教团体 请相信法院 而不是相信法会 相信法官 不是相信法师 不只绿营酸得很 网友更是骂得凶 有人说200名小草 是不是入魔了 民众党变民众堂 田主教是神父 基督教才是牧师 韩粉跟便秘都没搞成这样 直接无痛转型宗教 不知道 在地人都不知道 我觉得这个政党非常糟糕 柯文哲就是一个大骗子 我真的是很同情这些小草 他要利用宗教的力量来 不是正题 这样看不好 重回杀戮的秘密集会所 大门深所 到底哪里起来的牧师跟道士 当地人也不清楚 但民众党最近一连串的操作 已经让外界跌破眼镜 东森新闻李宗县 王府安 陈立贤张成员 在台中的采访报道 他代表柯主席这样子 他代表柯主席吗 还是他代表谁 我不知道 听到黄珊珊访美 蔡碧如反问记者 如实反映外界对黄珊珊 明治立院才刚开议 确选择这时候访美 政治动作耐人寻味 如今民众党全党陷入金华城案 就连蔡碧如自己也遭到蒙打 蔡姐好 我不能乱叫蔡姐 你看她敏感 出席第三势力论坛 蔡姐成为敏感字眼 谁叫蔡碧如蔡姐 不就是民进党议员洪建益 原来洪建益先前开轰 蔡碧如下手遇 要时任督发局长林周明 与金华城开会 双方连日隔空互抢 这个她时空上面都没有搞清楚 我不晓得她是数学不好 还是她智商有问题 我已经委托律师那个全权处理了 蔡碧如很呛洪建益同时 前一晚也在凤山开讲时 认了当年差点被网红四叉猫团灭 被四叉猫发文调侃 小草们有没有听到 又不是当时碧如姐请我吃火锅 两年后柯文哲哪有机会去选总统 这句甩马尾 嘲讽意味满点 如今绿营支持者不仅狂酸蔡碧如 这两小姐姐陈志涵又引来炮火 陈志涵PO文爆塞车 结果富途被发现 说红通通的地方 不是捷运淡水县吗 遭到网友们讥笑 名嘴罗友之就说 红通通的不只是陈志涵 整个狂草集团 都已经喊话而不自知 这才是民众党民调兵败如山倒的原因 我对他 我对他一直都没有关注不好意思 蔡姐休假北上 狂开地图炮 至于战狼小姐姐人在哪里 她选择在脸书 发动力火车的莫忘初衷歌词 这句句莫忘初衷 看似不止对者 柯文哲唱 东森新闻新中心综合报道